住行器放一旁 左小腿肌肉萎縮 行動不變的老翁努力抬腳坐上自行車 只能靠右腳滑行前進 來到台鐵車站把自行車騎進站內 但就是這舉動被賬務員制止 甚至釀成攻擊賬務員事件 議員出面為旅客發聲 認為是揮道不是施暴 整件事要從上週三 八月七號說起 當時台鐵女站務員為了勸阻旅客 不要在車站內騎自行車 卻被攻擊恐嚇多達三次 後來報警自救 也投訴台鐵產業工會 隨著案件曝光 十三號旅客協同議員明代等十多人 直接找女站務員討說法 年約七十歲的旅客是小兒麻痺生障者 因為行動不方便 才會利用腳踏車當助行器 認為自己並非是施暴老翁 而台鐵大陵站則是在車站布告欄上 貼上顯眼的紅色標語 禁止腳踏車行駛 藉此提醒領眾 這個當事人並不是要乘車 他也不是要進入這個月台裡面 他只是單純的要在打庭裡面行動 這個腳踏車也是助行器的部分 那我們當然沒有意見工會員尊重 其實台鐵有提供愛心服務 可協助生障者進出月台 但旅客只是要通過前站及後站才會被制止 台鐵公司回應 旅客在月台騎自行車危及安全秩序 同仁勸導符合台鐵規定 如同仁要提出傷害告訴 也會提供相關法務協助 TVBS新聞紀健亨嘉義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